《新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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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六部》我不講常有來了 我是余榮陽 也有鄭仲輝 以上 你好 輝哥好 大家好 這一集 應輝哥出了一個題目 講論輪椅的問題 我想上次的士 跟這個輪椅的使用者 發生一個交通意外 好像撞了之後就沒有什麼 但是一石牽離千層浪 到最近的報章電台 都有人在這裡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在這裡 我看到的 人們討論了一些的點 一個重點 我就分析一下 又把自己看他們的重點 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放下去了 我想在法律上 輪椅到今天都不做交通工具 政府在交通局裡 也是把這個問題 數年前已經諮詢過一些意見 但是到今天都沒有定輪 輪椅是不斷在這裡演進的 以前主要都是用人力 自己去運動的 跟著就到了有機械式 有電動式 有不同的方式 有外來的助力了 變成了性能各方面又不同了 因為性能不同了 也是衍生到別人對他的觀感 他還是不像以前的一個輔助工具 因為在這方面 有些人說他還在搭著人 拍照出來 這些都是不恰當的 我自己會看 你一個律師還在搭著一個人 是不恰當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 有些人引經據典 提出一些在法律上的看法 我始終會認為這個課題 要拿出來重新再講 因為之前在那個交通條例那裡 是真的很多年都沒有檢討過 輪椅的問題 譬如我簡單說一句說話 一個電動輪椅的速度 跟一個人手的速度是不同的 這個速度也是會對於 那個使用者或者是道路的使用者 都有些不同的 就是大家不同的結果 所以這方面 是不是應該會拿出來討論 定位 將那個輪椅 尤其是電動輪椅 那個定位 它應該守的規則 我們社會在那個路權那裡 它的持份額是有多少 它可以佔有多少的權利 在這方面 我想這方面都應該拿出來討論 我私底下跟一些使用者都談過 我不想暴露它的名字 它都有告訴我 有哪些級數 是不列入於要領牌的 當然速度已經是有一個規限 不是沒有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這樣看 執法是怎樣去執 安全永遠是第一的 方便是第二的 任何違規是不行的 違例違法更加不行 執法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需要去立法的暫時 因為有些法律規管是已經存在的 很多有個誤點就說 這個又說要講立法 這個又說要講立法 當然如果沒有就要立了 但是如果有的時候 執法是重要的 這是第一 第二 教育也重要 我們看到很多行人 他們走過馬路 或者他們不在巴馬線 又不在交通燈的地方 過馬路亂來 但是執法是困難的 你要找多少的交通警員去執法 如果你要找很多的 好像打足球 一個人抹一個 警力就不足了 亦都浪費了警力 我覺得有些事情 可能要出動到一些 類似附警這樣的崗位 就教導一些人 如果在馬路 看到某些情況 是要怎麼教導他們 教育是很重要的 我們上一集都講過 一個輪椅的使用者 如果他無情情 在馬路亂來 任何方向都是不對的 在馬路上 那什麼情況 他要在馬路呢 或者在行人路 受到阻擋行人路 被電單車拍到他動不了 那麼他要下一下 那個馬路 然後盡快上回去 這是應該 正如也有時候 有些人過馬路 那班馬線都被車阻礙了 例如在二字街都有這樣 那電單車 就阻礙了巴馬線 就在那裡 那麼你行人可能 曉過他一點點 走過去 是吧 那麼最重要就是 輔導和執法 如果你說去立法的話 需要就立 是吧 但是不是說 是不是又說 看那個法律 就浪費這個行政的手續了 有人說 即是說 如果 即是那個 機動的輪椅 或者電動的輪椅 需要考牌喔 這樣 那麼 我覺得呢 很多樣東西 我覺得不是說我們 鐵板一辦 什麼都要考牌 才會守規矩的 假設 不是假設 這個是真正的 就是一個行人 如果你犯了 行人的道路規則的話 就是交通規則的話 你一樣要罰的 我回答你 我回答你很容易 輝哥 你說假設有人說 有人說 這三個字 是有時候可以亂來的 那麼 如果說有人說 澳門應該和聖年立法化 那麼你立亂提有人說 是不是就這樣呢 不是有人說 就是可以啟動到一個研究的 是不是 有多少人說呢 多不多呢 是不是 什麼人說呢 權威的人說就不一樣 是不是 因為 有些人會認為 什麼都要考牌 才可以作為一個執法 我想就不要太籠統了 有些人哪些人呢 譬如你說出來 好像有時候我們說議員 啊 議員陳大文提議這樣這樣 這樣就好些 或者有個學者 某大學 金融 教金融 他認為應該這樣這樣 我覺得好些 好過就這樣說 有人說 有人說這個 就是我們聽了一些表達意見的渠道 聽到的 那我就說他就有人說的了 就是這個有人說的來源 就是來自這裏 就是我先解釋一下 那就是我不能夠去統計過幾多個有人說什麼的 總之有人會提出這些意見 那這些意見成不成熟呢 或者是不是這個意見值得去採納呢 我想這個呢 是要經過很正規 就是有人說的 你又可以去判斷 我也都可以判斷 所以呢 最緊要呢 都是這樣 立法的渠道有幾樣東西的 包括議員可以提案 政府的部門 可以研究去做一個提案 然後給法務局 是吧 那法務局有什麼做到的完善化 交給特首 特首又可以提一些東西的 那就算議員提 都要給行政長官的 是吧 那我想呢 就是我們這個程序 應該去到 有一定那個方向啊 或者是方式這樣 就是我想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立法去那個 輪椅使用者那裏呢 我覺得呢 就不要我們有個思想偏向 任何東西都要考牌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我們行人 在目前 不用考牌啊 你都覺得馬路啊 這個有單車 有單車 也不用去考牌啊 你是犯規 你說我不知道 不知道等於 你沒有罪嗎 不是的嘛 所以呢 那裏都是一樣 我們可以定規則 但是未必一定說 需要去考牌的 不需要的 那樣 我們根據《基本法》 我們的附件都引入了呢 就是《國際人權公約法》 那其中一些東西都是 便利到殘疾人的 也都可以參考 就是不同的地方 最容易參考就是 內地啦 是吧 因為我們 看內地的 應該比看 台灣 是吧 或者 看香港 也都可以參考一些 很多的 香港和澳門都是 世界上只有這兩個 是中國下面的特別行政區 是吧 是吧 那內地 有沒有就這些 有要求呢 如果內地 有的 我們就可以下發了 內地沒有的時候呢 我們是否要自己做一套呢 這個也都可以 等我們的議員去 去評價一下 看看怎樣 這個問題呢 因為已經在最近 到今天 都是有人在說的 今天是2022年 2月10日 所以呢 就 看看議員 各方面 看到這麼多的 報道 或者一些反應 但我不是 就這樣看 有人 因為有人這個很籠統的 網上 真的有很多言論的 有些東西很荒誕 都叫做有人的 我是看 那個需求是怎樣 我想這個就是 有人說 就是會啟發到 有些身在其位的人 他們認為 這個有人說 是不是值得他們去說 就是我就是這樣的看法 有人說 這是一個引子 一個觸發 如果觸發到 有權利的人 或者有這方面 義務的人 他去做 你看 你說呢 不要說有人說 我說應該是定規則 應該是定規則 因為這個是在演變的 定規則沒有用 要不就是立法 我想很多東西 就不能夠全部都是要立法去做的 你不立法定規則 誰去監管 我想就是一步步 就是這樣 輝哥 你有些東西一定是 第一是法律 第二是行政法規 你定規則沒有用 這個可以 你跟商業下面 根據都要根據法律 它附屬於法律 有些規則 它如果小販擺賣 是畫了條線多少 規則就照法律下面 我講的定規則 一定是會有一個執行者 有一個有權限的執行當局 去執行這條規則 否則定規則 做什麼呢 打球也有一個求證 我講的定規則 一定會有一個去執行這個任務 有權限的人 否則這個說話 這個不是規則 這個有人建議 沒有定規則 不是 分開的 規則 例 和法三樣東西不同 規、例、法、三樣東西 真的不同 我再說一次 不論你的名稱 規例法也好 是有一個權限的執行者 可以去執行這條條例 哪樣適合 就去到哪個地步 一定要定法 立法的就去到立法程度 一定要勸喻的 就在勸喻程度 就是這個 我不想再在這裏 因為有些東西是沒有約束力的 例如就算你去到基本法 有些東西都沒有約束力的 有些東西一定要成為法 可以逐於說 我拘捕了你 這樣 有個程序和進度 我想看任何東西都看進度是怎樣 效果是否改善到 令大家可以接受 在這個程度上 如果改善到這個程度上 大家可以接受 到此暫止 我就問了你 我又說我自己的表態 我認為有些東西的運作 就應該看看那個迫切性 是不是很迫切 跟著又看看參考 先參考香港 因為它都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另外參考內地 台灣就可以不用看了 這是第一遠一點 第二很多東西的生活習慣是不同的 最重要都是勸喻 因為有些人他真的是無知的 他無知的時候 做了一件事 但是呢 就會影響到他自己的安全 這樣的時候 你罰了他 可能就達不到那個效果 你能夠勸喻到他 就最好 勸喻了他 或者你都可以好像某些東西 給一次警告他 你跟著有紀錄 現在電子法很容易的 陳大文 我先看一看 沒有 那就警告你 即是教導等於警告 再來的時候 看第二個執法 陳大文 不行 你都看過判案 法官也有句 孤念初犯 可以什麼什麼 還可以緩刑 緩刑就是說 那個人坐牢 而緩刑一年 那一年 他沒有再犯有任何的事情 那個牢可以不坐 坐牢 是不是刑事 民事不用坐牢 刑事 他都可以緩刑 所以我覺得 有些事情 可以執法 但是不一定 那個罰則很嚴重 那你如果是 了解到這樣 就可以好像有些交通的違例 違例是不等於違法的 是吧 違例 例如你的電單車 拍在一個應該要入標的地方 過了 因為你開會 趕不及下來 被人抄了 那你就罰錢 這個罰錢 不影響你的紀錄會 會花了 喂 出境都不行 不會 這個是違例 所以分開它 就是違法 違例 違規都不同 那就搞定了 我還記得可以講講 有些朋友不知道 阿輝哥應該知道 就是在大約六十年代 歐普時期 就有些人 如果走路走一下 走下去 行人路下面的 那就被罰了 給你一張佛單 罰你五毫半 那時候有斗領的 罰你五毫半 幾毫子的 我覺得 有時候有些事情 是可以利用佛錢 不要佛太多 如果是能夠令到那些人 又造正 那就好 是吧 就是有個正能量 那這些呢 就可以 立入一個行政法規都可以 就不用一定立法 行政法規 就根據澳門的法例 是可以由行政長官頒合的 這件事 亦是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社會進步了 使用輪椅 一個電動輪椅的人士 都多了 所以這方面 我想 不是去限制 正如雨Sir說的 雨Sir說的 不是限制你 最主要就是說 其實都是顧及到你的安全 顧及自身 和他人 譬如我們 我們超速駕駛是犯法的 那也要罰你錢 其實這個超速駕駛 一方面 是道路使用者 其他人的安全 其實最重要 是你本人的安全 所以這些 就是定一條例出來 未必一定是 攻擊這個違法的人 或者違規的人 我們看 一般的輪椅 就是據我所知 內地的 它的廠房 都有限制 它不會做到太高速 令到那個坐的 或者其他人 因為被撞到 而引起太大的危險 那如果你說 撞到的 一輛手推車 撞到人 都會受傷 是吧 那就不能夠 不撞到人都會受傷 當然 就不能夠說 太多規範 手推車 你都要去考牌 是吧 當然我是反對 電動輪椅 要考牌的 因為會出現很多麻煩 你可以出現 有一些做法 但是不可以出現一些麻煩 正如我所說 走路都會違規 那要不要走路 那要走路都要考牌呢 是不需要的 總之有這條規矩在這裏 讓大家知道 怎樣去做 怎樣去做 做了之後是錯的 這是最關鍵的 科技帶來進步 以前由於那個電池的發展 未到今時今日這樣 沒有出現那麼多電動輪椅 現在因為電池越出越厲害 一個電動輪椅它充滿電 可能走到有些超過20公里 有些說去到50公里 是不是你不知道 但是20公里以上 摸起來也是 所以就帶來了方便 方便的同時 也都有些人 我上次都說是濫用 濫用包括他搭載一個人 或者是應該行人路行駛的 慢慢地行駛 而他在馬路上行 當然速度 無論它是幾萬都好 但如果你亂來都會撞到人 像你說行路都不能亂來 有些撞到人 最後 都好像我們上次 都是你起一個題目 友善 友善的交通 這個很重要 如果友善的話 就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問題 而上一次出現的意外 就給大家一個教訓 駕駛的某些路 要好像我提出這樣 我換醒了人的 出路口 有些真的要停 因為有時候有一個停的符號 你要絕對停 不是說我慢慢拿著 我速度不快去看 你要停去看 另外一個 輪椅是不應該 不要說不適宜 是絕對不應該在馬路上行駛的 無論任何方向 然後我們都希望換醒 有些單車的人士都要小心 因為單車在馬路上 逆駛都有 你都見多 它是影響了道路的安全和相信 或者輝哥有沒有補充 暫時補充 好 多謝 好